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奇妙物语之妻子的回忆 今天是女儿结婚的大喜日子 女儿的父亲伊朗大叔被邀请为大家发表致词 大叔在说了一些客气话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接下来大叔深情地讲了一个故事 大叔之前是一个工作狂人 每天都忙着工作应酬 直到很晚才回家 这天晚上大叔接到女儿的电话 妻子因为不小心引发火灾 泄落大量的浓烟 这导致患有早兴老年痴呆的妻子不幸去世了 享年才55岁 此时的大叔感到非常自责与后悔 他从没帮着妻子做过家务 带过孩子 大叔感觉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不过可能是因为思念过度 大叔第二天居然看到了妻子在厨房洗碗 而女儿却什么都看不到 他感觉大叔也可能得了老年痴呆 大叔学问外面的工人 外面的工人也表示没有看到有人 看着干完家务做着发呆的妻子 大叔才感觉原来妻子在家那么的无聊 一天大叔跟着妻子出门 看到妻子进了精神科的医院 出来后就想给大叔打电话 可是却发现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这是妻子被告知得老年痴呆的第一天 没有妻子所有的家务大叔都要自己做 甚至他都不知道洗衣机怎么使用 幸亏能看到妻子在洗衣服 妻子怎么按 大叔就怎么按 每天大叔上班前 从不跟妻子告别 大叔看着妻子失落的样子 有点心疼 每天妻子需要干很多家务 还要准备晚上的晚餐 家里就妻子一个人 不但很辛苦 也感到了枯燥乏味 唯一的乐趣就是拿着私房钱 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喝个下午茶 这是妻子最昂贵的午餐 妻子经常去家附近的一个公园 在这里能俯视整个小镇的风景 此时有个老头告诉大叔 妻子经常说大叔非常的温柔 而且还说大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都会在电车中向他挥手 其实这些都是大叔他们刚结婚时的故事 最终大叔选择了此去工作 他想要陪着妻子的回忆 生活到最后一刻 期间因为妻子越来越不记事 甚至晚上都会迷路 而且坐在家里发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当妻子看到报纸上的大猩猩时 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因为当年大叔就是在动物园 守着大猩猩向妻子表白求婚的 妻子到现在居然一直都忘不掉 这天妻子在被大叔运烫衣服 可是因为想到了别的事就离开了 着急到大叔却不能拔掉电源 玩到燕威的妻子白想出门 却发现门已经被锁住 大叔看到妻子返回去 以为他要拿私房钱 原来妻子拿的是他们在动物园的合影 就在大叔伤心的痛哭时 没想到妻子转过头 喊了一声老公 当大叔握住妻子的手时 妻子化作漫天星辰消失不见 整个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失去妻子的大叔非常的后悔 他希望女儿他们结婚后 一定要瞻熄在一起的时光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妻子的回忆呈现的形式很特殊 影片非常的煽情 也有一定的内涵 煽情不及久半 后外更需多言 家人都需要陪伴需要更多的交流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已结束 喜欢的都点关注 素质三连加守护 开心快乐 你最苦 么么哒 我最苦